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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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加007 是呀,你有空上我節目做嘉賓嗎? 其實我是一個演員 對於最近的大使 你自己怎麼看呢? 拜託,你們這些問題 不要那麼公式化 短期來說,行指你看幾點呢? 人生大起大落得太快 實在十分刺激 這些問題難倒我 我不是浪得去明白的 明白的 那除了大使 你對外匯、其權、其子 那些熟不熟嗎? 哦,這些是普通科 太好了,你肯做我們嘉賓 其實我們也有其他嘉賓 不是只有你一個 我們還有其他嘉賓 好像白賴仁、岑大師、溫總 還有四叔、六叔、七叔 都會上來的 豈有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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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找我 我無所謂 這都是你們的選擇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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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星期一至五 下週十二點至一點 一個震驚十三億人口 全城之正 可以不看 但一定要聽的財經節目 談古論經 主持人哈妹Vivian 遠赴西藏 去到遼寧的邊境 請來退隱多時的007 用另類角度 和大家探索金融世界 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星期四的時間 事不宜遲 我們開始直播 不說廢話 今天邀請了重量級的嘉賓 相信大家都有看過他的宣傳短片 非常之厲害 我現在隔著螢光幕 都感受到他那股霸氣 他就是光達新同基財副管理 拆嬌師溫潔 我們先去他們的直播室 因為現在Kenny在中環的直播室 和我們在做直播 也是第一次試這個形式 不知道效果是怎樣 希望大家多多見兩 先和Kenny說個Hi Hello Hello 各位觀眾 我們應該都看到Kenny和我 在直播的螢光幕上 今天和Kenny談談 其實市場真的非常不錯 好像今天都高開到248點 之後好像消化了壞消息 今天市場仍然好像一枝箭一樣升 看到恒指上午來說 半天都升到388點 是30,672點 成交有639億多 昨天也有消息影響著港股 好像看看剛剛的數據說 北水已經第五天流出 人們又說對後市還有些隱憂 不過看看今天市場仍然不太差 我看到升幅的股票也有千多隻 下跌只有幾百隻 我想問問溫總 你自己的態度是否落官正面 我自己看是區間 雜誌是3萬至3萬1 連續幾次 當我接破3萬點 看到一些投資者是近低級 但上升到3萬1千點 就很明顯地有拋售壓力 暫時有一個升不穿 跌有不穿 這個比較滿意的 要留意就是 我覺得又不需要太擔心 但是又沒有個份 會不會呢 看回抗爭的告知來看 不要理解太多 因為我看到有些市場覺得 是不是貨幣政策急轉回來 接下來會想撲水 我們的國家來說 你不要想太多 這次來說 似乎 都是要做消息說過去 總體上來說 那個政策基調 我們都做得好 今天繼續去控干 繼續防風險 所以來說 就不要記不穿大放水 這件事情大家就不要炒過 第二件事情要留意 就是A股的情況 我們的統計來說 其實那個港股本來香港的資金量 通常跟A股方面成績比的 就是說A股升 A股市場起伏股 落在投資者 既買A股也都說是香港的股市 所以相對上來說 兩者都是同步進行 但是你看到最近A股走勢 相當的樣子 3,300、3,200、3,100都跌穿 昨天的投資者說 會跌穿3,500多元 是 所以這個情況來說 就要浪漫反而 似乎A股走勢 都是以區鑑為主 大家要注意的是選股不損事 因為我自己也挺幸運 在各地的選股 或各地的公司 都相當地術 好啊 因為我們這邊收得不太清楚 也想和溫總再談一下 其實昨天人行降漲這件消息 也少少影響到港股 但其實看回其他報道 都說 你其實沒有想過會宣布會降準 其實那個降準的幅度 會不會跟2014年的情況有些不同呢 還有其實是否對大市 也不是太大影響呢 我們覺得以大規模降準呢 其實空間上是有的 因為如果你比較 你準備金利率的水平 其他國家來比較 其實相對上都是偏好 空間是有的 但是會不會這樣 我覺得都相當小 因為剛才提過了 這個政策主要是去共國為主 防風險呢 由郭樹清雅屬到劉鶴 再數到劉鶴 都是以一個叫做防風險為主的團隊 所以你一方面就是 如果是透過這些國務局長 都是不懂得去放水 另一方面就是去控制 那個信息其實是相當混亂的 市場根本就目標不足 所以你看過的話 機會就不太大 反而呢 今天呢 也都有人有炒 之前說那個 A股入魔的消息 看回有些頭版都說 入魔的憧憬都比較大 那些人就說 期望這個市貨 其實有機會是去到六月 都是有得繼續炒的 其實對港股的提振作用有多少呢 其實會不會說 現在入魔之後 那個資金都會去到內地 都差不多有二百億的規模 那其實是否都可以增加 增大到 譬如接下來 內地的投資市場 那個氣氛 或者環境都會轉好些呢 幫助會 氣氛就有 會有少少幫助的 但是坦白說 這個消息就知道了很久的了 那上個禮拜又不炒 今個禮拜突然炒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就是我覺得那個都是有時有些的投資者 可能不知道怎麼去理解那個股市聲 變成事後呢 找回一個原因下去 我們覺得是對氣氛有目的 但是反而來講呢 你問我 是理解一些的經濟數據啊 或者是賭櫃的一些經濟的數據呢 但是相對上來說更加不要 如果單靠A股入魔的話呢 其實在創斷來計呢 資金的數量是相不少的 一些主動式的基金呢 如果要盲國一族敗 就不需要等到現在 所以總體上來說 我覺得經濟數據 或者那些營利都應該更加重了 嗯好啊 那說到入魔就說得差不多了 那昨天呢 其實都有一些消息再跟進回 其實我知道呢 未來的瘟總是不是搞一個講座呢 都那個內容都是跟這個貿易戰有關的 那昨天其實貿易戰呢 都真的叫做 現在 我也不知道怎樣形容 好像 你可以說它是進行的 但是呢 又不是真的 如火如荼那一種 是慢慢逐點 的感覺 那今天其實都看到一些經濟日報 尤其是 就是頭那幾版 都是繼續說回 都是貿易戰的一些跟進的發展 那看著其實昨天呢 就說呢 會衝敬貿易戰 即是接下來可能有些 高科技的領域的增長 那還有中國又會加大力度去發展一些半導體的科技 好像昨天那樣 好像半導體 中芯 中芯 華雄 這些高科技的芯片 或者是一些半導體 昨天那個板塊都有升幅的 今天呢 都是炒賞 其實可能今天的市場 都比較是良好 所以都看到這些板塊都有升幅的 其實接下來這些 只不過是 會不會是 痰花一宴的一些升幅 或者是 其實貿易戰的前提 之後的發展又是怎樣呢 你自己覺得 對於貿易戰來說 我們的立場都很清晰的 我們覺得全面性的開打 機會是相當之小 原因是 如果真是一個全面性貿易戰 其實最大影響是什麼人呢 反而是美國的消費者 和美國的企業 因為一些低端和中間產品 其實確實是直接入中國出口的美國的 但是那些高端產品 其實很多時候 是講一些的 美國的企業是做一個消費者 等於我用的iPhone一樣 如果你說全面性貿易戰的話 iPhone就不是8千億萬元一部 可能是2萬3萬元一部 第一 就是美國的消費者 給了錢 第二就是 蘋果的盈利會受壓 那這些人呢 就是講一些企業的企業 和消費者 應該會給很大的壓力 這個就是法官和法官 如果你覺得他這麼多東西 就像中華說的 的確 之前的民調 當他跌倒極之後 整天那個 特朗普遲到 升了 但是如果去到 切膚之痛 真的要我買貴的東西 他一定不投給你了 所以全面開打機會是不大的 但是要留意一件事 我們看過就是特朗普的書 他講到他怎麼做挑 在過去的30年 做這個時候 就是要出其不義 就是令你估讀不到 因為很多時候 兩個公司去做 做討論的時候 一定是有一些計劃 但是你當我出其不義打完你的時候 其實你就很難去準備 預計 結果呢 就可以幫自己爭取到最大的 所以如果你明白到這一點 基本上特朗普其實 個人是很一致的 就是在 很多時候 就會叫來升大月那麼少 但是講得很大件事 但是最後呢 就會有些變化 令到你呢 是很難跟他去爭取一些利益 那這個就是 在他們 就是中國和美國 在談之前 一直繼續發生這些 這些有好消息 壞消息 麻煩不防 這個就是 我整個覺得 現在投資股票做一個 當然啦 要看個別公司的基本因素了 但是 跟一些特別是 金正恩啊 特朗普 可能讀到9億人格 表解他們是哪些人格呢 其實對那個投資 是更加有大況的 所以 我為什麼這麼喜歡 做股票分析呢 就是第一 有股票的分析 第二是經濟的理論 正是說最近 比如港匯的入勢 我發覺有9成的人都說過話的 經濟理論要懂啦 第三就是政治啦 我想從2011年 講到那些歐盟解體的一些陰牌子 開始呢 政治都要留意啦 特別中國在內 還有搞營人格啦 到別墅 所以 你能夠掌握到這幾個欠負的話呢 那應該對你的投資 可以視乎那倍啦 是 我真的覺得 要好像 什麼都要知道一點的感覺 現在尤其是 你不可以只看一些普通的理論 或者普通的數字 去解釋現在的情況 就像你剛才說的 金管局13度入市這件消息 其實今早有再次2度入市 因為其實那個 藥方的兌換水平 其實不斷地跌至7.85 其實你自己覺得 因為昨天我也問過另一個嘉賓 他就覺得其實港匯這一個 就是金管局這一個出手 其實都不會說是會影響到一些很長遠的問題 只不過可能暫時的投資者是害怕的 不過呢 你自己就覺得金管局這一個動作 其實是 接下來港元是不是都會弱勢呢 其實 很簡單 如果讀過二君一明一 無論中學 我那個年代有AFO 讀大學的話 基本上 聯繫活動的機制之下 藥方保證水平是7.85 當你在這幾個月 明顯的拉波和黑波 是差距超過一厘 即是說呢 我將我的港幣轉為美金 我賺一利息 甚至乎我借過港幣去買美金 那我都賺一利息 基本上我是抓住的 那一個很低的風險之下 對那個投資者來說 是有一個吸引力在那裡的 所以呢 我們看到就是 令到港幣壓力很高 但是那個機制就是 當港幣7.85 金管局就會入手 不到它轉不轉一些的 基本上它都要入手 那就是去買回藥的貨物 去買港幣 令到市場的港幣是減少 那公共效應之下 那個息就會升 當你黑波式上去 上去貼著拉波 兩個息 當你貼著的時候 你就用一套套式的效應 而港幣或者資金流走的情況 就會過了 這個只不過就是一個 很黑白 也都不關人自己的 一個機器式的一個氣氛 所以雜致來說 如果看到那個差距還在擴闊的話 港幣一定會偏弱 這個一定會減少 直到資金減少到 那個測息十息 兩者接近 無理可渡了 到時那個港幣才會 這個過程來說 是一個很正常的效應 不需要擔心 不過唯一就是 市場的資金真的會減少 但是土森自問 有多少可能是聽這個節目 在這個節目的人 是有做這些投資交易的呢 基本上這些投資者 未必是完全是同一班人 那些資金就算是減少了 也會影響到投資者 如果內地資金是繼續公佈香港 如果歐子基金是繼續入市 如果零售投資者 可能是太普通 基本上 那些資金也是很足夠的 其實其實昨天都有些消息 就是加拿大央行 都是公佈這個利率 維持在1.25%不變 那些人都估計 可能香港方面 有機會都是會加息 都是無可逃避的現實 就是真是低息了環境那麼久 你自己有沒有說 你們的行業 或者你們自己的預期 其實加息那個 就是香港方面 會不會其實在年內 或者這幾年 或者夏年就會進行 首先要加息的定義 先看一下 因為現在很多人 譬如按揭的話 或者做一些 可能是投資工具 一些Lavage 都可以選P或者選H 如果H的話 其實近幾個月都會升了 因為那個high book 如果P最優惠利率的話 我們估計基本上 下半年就會開始上升 因為第一 我們本微股加三至四次升 本身這個拉伯都會繼續上升 第二其實是有數計的 因為現在那個儲備大概1,000億左右 如果每日跌80億 或者每日減少100億的話 那你基本上幾三四十日左右 就會回到水平 是需要加息 所以有數計之下 留意著每一天 究竟金管局 有多少錢 或者叫賣多少國幣 那當中那個儲備就會相應地下跌 那下跌到法國水平 即港幾百億的時候 那它就會需要加息 那這些儲備 其實像你所說的 30至40天真的有機會是沒有了 那到時會馬上加息 還是還有其他可以用的錢可以在那裡呢 理論上就會需要加息的了 那個最儲備利率 因為明顯地的情況出現了 但是不需要這麼擔心 其實這麼多錢就用了 那還有就是 當正正因為錢少了 而利息上升了的話 那跟那個拉伯都相近的話 所有的東西就會變回 就是back to long 就沒有發生過 所以這是一個正常的情況 就不需要這麼擔心 還有那些市場本身都不喜歡炒股票 那究竟有影響多大呢 嗯明白 好啊 那我們跟進其他板塊的消息 其實看回昨天那個油股都升得不錯 今天其實他們的三桶油都帶動過市升 還有內銀股都做得不錯 那今天其實這麼多隻股票升 接下來有沒有什麼部署呢 看你的專欄說 說內需股其實都是你留意的板塊來的 沒錯 內需股比較看好短期就是內需股 中市有些內巡股 我們都差不多是最牛的 例如現行九三股 是13.24 那另外一些內銀股 我們看得很好 那短線來說 補足一些內需股 因為怕內銀股 你買一些出口 那資金會轉頭內需 第二就是那個經濟呢 會有次力會放 那因為本身不厚的時候影響 而投資方面也好 在那四萬元 最唯一能夠刺激呢 一定是內需 不排液的方法 包括可能是減稅 等等等等的方法 都會出台 趴回美國發展 所以一個資金流 或者其他一層 都很厲害一些內需 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脹呢 也有2.5% 很多公司呢 加到價 加到價的話 就算我賣得多 起碼每件產品都賺多了 另外呢 有些部分企業 是講講啤酒股 他們把這個中高端市場 很成功 譬如那個是潤啤 你看到去年下半的業績股 沒有利率是上升了的 就是說呢 它都是賣這麼多啤酒 大衣溫 是賣一些便宜的咖啤酒 現在呢 是賣一些廢價的東西 所以那個 高端高端開支牌子的速度來講呢 對這類型的招呼 沒有利益 所以在短期裏面 都說過我們 繼續說現在 終於就是 高端高端 在短期裏面 喂喂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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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 喂喂 是 可能剛才溫潔 Candy那邊 可能收得不太好 是 Candy 聽到我們說話嗎 是 聽到了 OK 剛才 我們的螢光幕上面 顯示了 剛才Candy 說過華潤啤酒 看一看 291 暫時是35.5元 今天錄得一個不錯的 升到1%左右 Candy 如果啤酒股裡面 是否先看好這款 相對是 因為我自己都比較熟悉 研究過的產品 自己喝過 自己喝 信心比較大 就算是銷量下滑 最多我可以喝多一點 所以可以頂住銷量 所以相對上來說 其中一款內需 除了 看好用品之外 這些用品包括 301 包括 安打 等等 這些類型都是我自己 喜歡的選購 絕對值得大家 對 其實看到 最近有個美國的媒體報道 說男性最緊要每個星期 至少要和朋友要唱序 一定要喝兩杯酒 才可以保持身心健康 其實你是不是看了這篇報道之後 立即就要買還潤啤酒 當然 我很欣賞這篇報道 因為 令到我自己 一會兒有獨力出去入夜 但更加重要的是 如果每個男性 每個星期都喝兩杯 我想整個中內地市 十幾億人的話 那個銷量跌增的效應 相當明顯 哈哈 真的忍不住笑 我們最後 我們再次回到 昨天也有個消息 其實我們也想說 有些朋友經常問一問我 阿里、阿里巴巴、螞蟻、金服 下半年來計劃 在中港兩地都會上市 雖然他們真的未確認會上市 但已經傳到熱烘烘了 你自己那邊有沒有收到什麼消息 下半年是什麼時候會上市呢 馬雲沒有跟我說的 我還不知道 按照估計來說 都是下半年的事 我想下半年大家值得衝刑 不單是馬鈴金服 很多國手 可能是離很短時間 便會有平安好醫生 接著是六級鎖 下年的市況 除了是月收市場的轉股之外 IPO都是重中之處 大家值得去留意消息 究竟什麼時候上市 希望可以重建回稀馬奶茶等等的行應 大家可以賺點差錢 或者賺點綠合錢 下年度你自己有沒有看過哪一隻IPO值得留意呢 如果這樣看下半年 我想最重中之重都是說六級鎖 因為這件事除了六級鎖值得留意之外 連大隻平保都沒有憑之貴 我自己的衝刑比較大些 但如果再遠一點的話 究竟是三大美 全世界有機會成為最大公司的油公司 究竟是否會選擇上市 和在香港上市 我們會繼續跟進 我們看看市況 現在開市了 升了386點 在30670點 看到比較強勢的股份 都是我們剛剛說的 譬如石油股 還有剛剛有說過芯片 都去到十日高位 另外還有鋁業股 其實資源股今天都做得不錯 好像神華1088 還有樂木 這些都升得不錯 Kennie 最後有沒有說話想跟觀眾說 資源股要小心一點 因為我們看資源價格 看得很緊 如果以秦鵬島的動力煤來計 在上星期已經跌到80元一噸 所以煤炭價格下跌 電力股反而會受惠 但是煤炭股的話 除非你覺得它跌定 10月的煤炭價格 會反彈 所以要小心一點 留意著 小心點煤炭股 和資源股 小心點資源股 隨時 再問問Kennie 剛才說過的股份 你自己有沒有持有 全部都沒有 好 我們今天的直播到這裡 下星期希望更加暢順 一定會 謝謝Kennie 我們下星期再見 我們明天都有巨瓶和八大人 來到我們一隻博室 明天再見 拜拜 你自己的能力 自信心 還有最重要就是有特別的 兼工技巧 當日就會由我 做什麼銀行的主持 謝利去主講 另外我請了兩位的特別嘉賓 包括有KC Sir和鱷魚 和大家分享一下 時間就會在當日下午2點至4點半 兩個半小時而已 費用就是580元 如果你現在很不滿意你現在的工作 或者你一直找不到自己理想的工作的話 記得去mihk.tv報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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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